上一集我们讲过扭力和马力的基本原理 简单讲就是扭力真是推动车的力量 马力就是包括了速度和力量两样东西 如果大家还没看上一集现在看回 今集我会讲一些更有趣的 就是不同的引擎或者摩托的动力特性是怎样 这些就是马力和扭力的曲线 很多人都不太明白这些曲线 为什么会把两样东西搭在一起呢 其实一个橙和一个苹果 我们讲过一个是牛敦米一个是瓦特 这些是不同的东西来的 形成了一图怎么看呢 其实这些图它只不过是告诉你 你听它的走势相对于转速 通常打横那条线就是代表RPM转速 而打直其实你应该看两边 左边可能会是马力 右边可能会扭力 它两条线只不过是给一个形状给你看 其实那两条线的高低是没什么关系的 因为一个是说牛敦米一个是说瓦特 但是它和转速的相对变化 你就看到那个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柴油明显就是它一开始很低转的时候 就很好的扭力 但是扭力的范围不阔 一会儿它就会跌下去跌得很快 由于马力是扭力和速度成买的 如果你的扭力跌得很快的话 马力都玩完了 电油车你会看到它整个转速是较阔的 而且它的扭力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没什么的 随着转速上 扭力才慢慢开始出现 去到一个峰直 我们经常说峰直扭力 去到峰直之后 它就还可以继续向前走 但是扭力就会下降 而Anting的马力是扭力和转速成买的 虽然你的扭力慢慢跌下来 但是你的转速还可以上去 所以最大的马力就将会在后面一段时间出现 过了这一点的话 扭力跌得太快了 所以就算你的引擎再上 马力也会跌下来 而电摩打就不同了 电摩打你见到 引擎在转速是零的时候 这就没有东西看的 因为它一踏着就有抬速了 但是电摩打你会发觉就是 扭力一开始就这么大 而且维持距离 而马力因为扭力和速度相成 所以就一路向上升 但是扭力去到某一点就会开始下降 而下降的马力就会维持不变 一路保持这么多 所以我们就分成两个地带 一个就是固定扭力的地带 一个就是固定马力的地带 这个就是马达特色 你见到它是没有抬速的 车不动的时候是最大力的 所以你起步 内燃机和马达比 就永远都吃虧了 我们先讲一下内燃机 内燃机这两种动力特性 可能你小时候看车书 你都会知道这件事 也都接受了这件事 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就讲的人不多 我们今天试试探讨一下这个有趣的话题 柴油机扭力好 但是转速不高 为什么会这样呢 很多人给了一个解释 就是柴油的压缩比高 所以它里面所有的零件都要重一点 由于重的 所以就动得没那么快 这个是讲对了一半 整件事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就需要由两种不同燃料 它们的燃烧特性讲起 大家都知道了 柴油机 它可以压缩比很高的 它靠很高的压缩比 令到空气 是够温度 然后呢 才擠些柴油出来 由于够热 柴油就点着了 大家都认为是这样 而气油呢 就气油和空气一起混进去 一起压 由于两样东西 加上你不能压得太高 压得太高它就会爆震了 所以压缩比较低一点 然后呢 然后呢 就利用一个火锤点火 就一声又烧光 过往大家对于柴油和气油引擎的分别呢 就可能来到这里 但这里呢 是解释不到 为什么两种机器的动力特性差那么远 今天我们试试再讲深入一点 柴油引擎压缩是纯空气 是没有油的 它的油呢 是当你压缩到够才噴出来 但你记住 它噴出来的柴油呢 其实是一些油霧来的 裸粒呢 都仍然是很大的 不可以就这样烧着它 柴油的燃烧呢 其实一定要首先是气化了 然后才 因为温度够高 去到它的燃点 才会点亮的 所以呢 那些柴油一噴出来 那一剎那 那个气缸的温度呢 不单无声高 还会降低了 因为呢 那些液体的柴油 它要吸少少热 才会令到它气化 气化了之后呢 哦 燃烧了第一滴油呢 接着下来呢 就可以很快地继续下去 咦 那不是很快 但是呢 它慢的地方在哪里呢 慢的地方在噴油那里 尤其是早期的柴油机 甚至现在的船都是这样 它整个噴油的机械动作呢 是很长的 即是说你的火 热了 但是那些油呢 还慢慢噴出来 那问题就来了 我们希望那些燃料呢 当然是尽快 砰一声 燃烧 产生了足够压力 去把气缸压下去 那情况是什么呢 你跟小朋友打千秋 那千秋升到最高点的时候呢 你一推出去 那就最有效果 但是如果你推那一下 是慢吞吞的话呢 那个千秋开始向前走 你的手还在推 你可能追不到千秋 那千秋走到那么远 你的力都没有了 所以呢 出力的时间如果长呢 你的效率就很低了 柴油缺点呢 就在于这个东西 它整个液体吸热气化 燃烧再烧其他的燃料呢 那个时间呢 就永远都需要那么长的 你想它转快点呢 它就会佔用了你多一点的曲组角度 如果你一千转 我可能二十度就完成了整件事了 当你二千转的时候呢 我的曲组可能要四十度 才完成了整个燃烧的 那四十度 哇 那批车走四分之一 那就没有了力了 所以再快点呢 再快点是没有了力的 这个就是柴油制约的地方 就是在整个燃烧的过程 需要的时间是长的 汽油呢 就刚刚相反了 因为我吸进去 那些是已经包括了燃料 和空气 混合压缩 我需要的就是一个spark 点了火之后呢 那火焰呢 就会很快地传出去 火焰传出去呢 那快慢呢 是取决于几件事的 就是它的混合比有多浓呢 浓的就是不行的 烤的就是不行的 刚刚好呢 去到某个点呢 燃烧呢 就是最快的 那也都会取决于 它的压力呢 也都会取决于 当时那个空气混合得 你认为足够不够均匀呢 还有那个窩楼呢 转的够不够厉害呢 你越转得厉害呢 那个火焰呢 传得越快 由于汽油引擎的点火火焰传播速度 比整个柴油引擎的燃烧过程 所以我就算将速度再提高 汽油引擎都可以应付 这件事就解释了为什么汽油引擎转得快很多 由于马力是转速承转的扭力 它两天一乘转速高永远有好处 大家有没有留意玩模型 那些小小的几cc的引擎 为什么可以一万多二万转呢 因为它小的 那些火需要很短的时间 就可以走整个燃烧室 所以便高 越大的溶积 燃烧速度就会越慢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有一个最佳溶积 就是这个原因 你大了它是没有好处的 摩打的力量 现在最流行的永迟马达 通常都是这样的 外边就有一些线圈 我们的线圈 就是被三上交流电扰成的 中间就有一架永久磁铁在这里 交流电透过逆变气去改变上位 因为当它有通电的时候 就产生一个磁极 就会和永久磁铁推斥 磁铁移动了之后 逆变气 就会改变它的上位 它将磁极一路这样改变 所以为什么叫做同步马达 就是因为 磁铁 根本上是被磁极一路带着走 所以它无论去到哪里 其实它所产生的斥力 其实是一样的 因此它可以在速度等于0的时候 产生最大的扭力 三样东西 令到我们在汽车使用的时候 出现了很大的不同 譬如电动车 你在起步的时候 是可以很快的 你驾驶电流车 我们知道力量在后面那里 所以你就要学会一下 如何去找一个最佳时机转波 现在可以看回这段影片 柴油引擎 有趣的地方就是 你看到它的扭力很大 理论上柴油引擎 应该不用怎么转波 但不是的 是相反的 柴油引擎 一直以来 那些波箱 无论是自动波 或者是手波 它的段数 都是比汽油引擎多 为什么 因为 因为它的转速范围太窄了 它一踩上去没多久 转速已经尽了 所以一定要转波 跌回来的转速 因为扭力仍然很高 于是继续推上去 所以你看到 柴油引擎 柴油巴士、货车 波箱的段数 几十年前 已经比汽油引擎多 这一集内容虽然深一点 但是可能解释了 你心中的一个长期的问题 下一集我们会讲一些更有趣的 也是经常有朋友问我 有什么办法 可以令到我的转速马力大一点 扭力大一点 究竟有什么办法 我们试试谈下集